今年暑假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桃園XPARC水族館開幕啦 XPARC主打新都會行水族館 驅使最先端的科技 營造出環境的溫度、濕度、氣味、聲音 帶著你到地球上每個不可思議的角落 在XPARC裡可以看到很多的海底生物 還有企鵝、海豹、環球、跟水屯居喔 現在就一起來走一趟吧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XPARC XPARC是日本橫濱八景島首度跨海來台灣開設的分館 XPARC跟新開幕的新光影城還有cozy飯店是在同一棟 所以停車的話就可以把車子停在這附近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這邊其實設計的還蠻不錯的 在排隊的時候就不會太無聊 就很多東西開啟 對,你的左邊就有一個電視牆的介紹影片可以看 然後右邊呢就可以偷偷先看一下裡面的一個展區 不知道是什麼區 那目前呢XPARC只接受KK隊的網路預售票喔 大人是550元,學生票是450元 那孩童票呢跟近老票是250塊錢 那要記得就是這裡沒有現場賣票喔 所以一定要注意要先在網路上先訂票 對,因為現在是疫情期間 所以現在入場都要全程便利口中 這裡排隊還蠻快的耶 從我們剛剛入口到這邊 大概只要10分鐘 雖然的人看起來很多 可是一直都是有在動的 他這邊進去就是像這樣子用手機賞條碼 他這邊門口一進來就有一個很好拍照的點耶 你看這裡 哇你看這個入口 很厲害耶 他這邊啊入口就有做這個投影 這邊都是投影的喔 他這邊Logo設計啊是以DNA當作出發點 因為DNA是生物的基礎 然後海呢又是生物的起源 所以他這個XPARC 他的Logo設計是一個以DNA的造型當作設計 這個XPARC總共有三層樓 那入口在二樓出口在一樓 那總共有13個展區 第一個展區就是那個福爾摩沙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 他這裡的第一區是這個福爾摩沙區 因為我們台灣啊四周都是海洋 那福爾摩沙區呢就完整的呈現了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那到這裡啊就會有像是走進了海裡面一樣 就可以看到很多魚在這邊游來游去 好像在深淺一樣 上面也都超多魚耶 好像吃的喔 這邊還有蛤蜊耶 蛤蜊的蛤蜊 難怪是福爾摩沙 上面好像沙丁魚 上面是虱目魚 你最喜歡的虱目魚 接下來前面好像很厲害喔 有一個大櫥窗喔 有個很大的水族箱 厲害的 這真的有厲害到 好像沖繩喔 可是跟沖繩比起來 水族箱還是小一點 在這個福爾摩沙區啊 就可以看到虹魚啊 鯊魚還有各式各樣的小魚 在那邊游來游去 你看 這好療癒喔 可以看超久的耶 還有那個路易是什麼什麼的鯊魚 那個就是Finding Nemo裡面的鯊魚耶 我竟然很像在深淺 超像的 那個好大隻喔 深淺應該也是這樣子吧 深淺就是這樣子 深淺你現在看到就覺得很可怕 那裡很大隻 他這邊的參觀動線啊 二樓就是福爾摩沙區 那福爾摩沙區 一參觀完之後 就要準備上手提 上到三樓去 我們來到三樓 就是這個珊瑚淺景區 還有Waterparking區 他這邊啊就是做環景的設計 然後在這個珊瑚淺景區啊 就可以看到珊瑚 然後最特別的是 你看他這個地上的投影很酷耶 我本來以為他有互動 可是沒有 來 大家可以打動 你又在浮淺了 對 我又在浮淺了 這魚長得很道趣耶 這邊真的很酷耶 可以看到很多彩色的珊瑚 你看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魚在珊瑚裡面游泳 真的好漂亮喔 我用這樣子真的超像在浮淺 這樣子 這樣就看不到旁邊的人 真的超像 而且很像帶著那個蛙子 這是超像的 一點都不像好不好 會暈耶 你知道珊瑚是做什麼用的嗎 讓魚群躲的嗎 不是 珊瑚呢 就像是在陸地上面的樹一樣 它是提供氧氣讓魚群呼吸的 所以我們去浮淺的時候 是不能擦防曬乳的 這樣會害到這些珊瑚 你光在這一區就很久了喔 這真的很像啊 然後這個玻璃 就像是我們挖鏡的鏡面 然後看一看就頭暈了是不是 對 就暈了 我要去看看別的地方了 你慢慢直接 在珊瑚旁邊的呢 就是這個暖海森基區 它這邊要主要是介紹 雅熱帶跟熱帶交界的 溫帶海域生態 你看這裡有海馬耶 很可愛 可愛耶 欸 很多種人設的 這邊要看海馬還有海對 再來又是一個熱門區了 你看又是一個大的水族鄉 超大的耶 超大的耶 風雨很大的 哇 好在吃喔 你看那隻 超大的真的 它這邊就是一個圓形的水族鄉耶 風雨就在那邊繞圈圈 繞圈圈 風雨都在笑 欸 金看超可愛的啊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這個 就是雨林探險區 它這邊就是用聲光 還有人造樹打造的一個 原始雨林區 天區就很像在一個原始森林裡面 探險一樣 你最喜歡的東西 我最不喜歡的東西 大蜥蜴 不喜歡 那你還看那麼近 這裡有一個熱帶雨林的風雨 長得不一樣 你看那裡 那是網雄 那是網雄 那是網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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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打雷耶 夾打雷 你看好好笑喔 大家看到網雄都超興奮的 趕快拿起手機拍 它應該是這一區裡面最熱門的一隻 因為它最活活 那個是不是大阪根耶 真的耶 如果說我們沒有去過大阪根的話 你搞不好還不知道 對啊 這台灣就是熱帶雨林區 所以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韓代行動區 應該就是有企鵝了吧 沒有這裡是有那個海報還是海狗的 我剛剛看到一個海象飛過去 那是海象嗎 還是海狗還是海狗 大家都追著它拍照耶 海象吧 海象 好可愛喔 剛剛在熱帶雨林區追網雄 現在在這裡追海豹 海豹 它這邊整個設計的 就真的很像 有那種在棋地的感覺 海豹的下面 真的 他在看你耶 嗨 這裡有兩隻怕豹 一隻在上面休息 一隻在這裡游來游去 在Social 這裡有被忽略的小的 其實很可愛耶 隱藏在石頭中 大家都來看怕豹 對 哇 真的海天使耶 你看看我翅膀就像天使一樣耶 這邊也頭比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它有多小 海天使它這樣子 你看它轉過來了 你看它的臉超可愛的 在什麼豹 蛤 什麼豹 怕豹 怕豹 在怕豹旁邊有一個這個隧道 你認真叫它怕豹 怕豹是個梗圖啦 你不知道你是說什麼啦 海豹 海豹 你叫怕豹 在這個怕豹水逐漿旁邊 就有這個海裡隧道 也是叫怕豹 你在那邊 這非常酷耶 它只有拌麵而已 有它就這樣側的魚 你來看筆木魚 剛剛那個在側面有的那種魚 就是筆木魚 我記得之前有一個故事就是說 筆木魚就是皇帝吃了一半的魚 然後又把它放到海裡面 所以它只有一半 這裡還有這個造景 我們來到這個潭海區密集 它這裡應該就是深海區 它就是展現的你在深海裡面 你看到的就是現在這樣子 就只能看到這樣的暗暗的 非常暗的 它有大螃蟹 真的 超級巨大的 帝王線 大家來到這一區都在挑晚餐吃 你要那一隻嗎 還是有這一隻 它這裡有一區很酷喔 它把魚的骨頭染成不同顏色的標本 看起來就很漂亮 再來這邊就是一個很熱門的一個互動區 我看到了前面熱鬧 這邊你就是可以畫你自己的魚 然後Export之後呢 你畫的魚就會出現在前面的水族箱裡面 超好玩的 對 我就知道這個你一定喜歡 走 我們去畫 我們現在在這個互動區啊 就是三樓 然後右邊這邊就可以看到 剛剛二樓進來的那個大水族箱 中間這邊呢 就是一區讓大家畫自己的魚的地方 然後最左邊呢 就是一個虛擬的水族箱了 你在這邊畫完魚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那虛擬水族箱 去找到自己剛剛畫的 在這裡看還是覺得很療癒 可是下面超多人 看一下大家畫什麼 畫垃圾 那個是垃圾嗎 那那個不是畫出來的 那個就是 他故意把垃圾 坐在這個水族箱裡面 然後讓小朋友 你看小朋友他們會去打掉那個垃圾 所以就是從小灌輸 小朋友有一個環保意識 不要把垃圾啊 寶特瓶啊 丟到海裡 不會耶 很不錯 我覺得這個觀念還不錯 不要亂丟垃圾到海裡喔 不能打海龜 你可以選擇你要畫哪一種動物 海龜 海龜 鯊 鯊 海龜 這個 這個 對 對 鯊 過來看看這個畫 是什麼樣的 畫魚多 可以回旁邊挖 我來畫一個海馬附著在他身上 因為他懶得游泳 好了 我上船好了 去那邊看看 我看到我的作品了 我也看到了 這好醜喔 很明顯喔 很明顯對不對 就是要很明顯啊 我的魚 有甜點的 你看魚在搖屁股 超你甜的啦 接下來我們要下樓去水母跟企鵝區囉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療癒水母區 這裡就是最多人拍照打卡的地方 這也要跟水母拍照 有這麼多人 我不想跟水母拍照呢 太多人 我跟你說明星就是這樣子在這邊拍照 有一大堆人在拍 為了拍這個要拍大概半小時 這裡也超多人在拍 我來這裡拍就好了 而且他這邊的燈還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他這邊很美耶 用不同的燈光 然後四周都是鏡子 對啊這超美的 超美 好啦我們去看企鵝啦 下一站是企鵝奇遇祭 企鵝奇遇耶 那邊 你看 超可愛的 好多隻喔 超可愛的 這個叫做麥哲倫企鵝 你看那裡還有國王企鵝 國王企鵝好大 好大隻喔 他這邊還有做一個企鵝 然後他從這邊這樣走走走 就可以做 就可以從這裡溜化之後 下來 他真的太可愛了 他好像邊游泳邊睡覺 眼睛在閉著 他剛才在打哈欠 在離開企鵝區跟水母區之後呢 前面這邊就是X-Cafe 然後右邊那邊就是X-Funk 賣紀念品的地方 那裡有企鵝耶 對啊這間X-Cafe 他總共有三個特點 其中一個特點呢 就是你在這邊邊吃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企鵝在那邊游泳 對那邊游泳去耶 然後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他們這邊的咖啡啊 上面會有做企鵝的拉花的提案 然後第三個特點呢 他這間X-Cafe by Pronto 他這個是在日本已經有三十間分店 他這邊從早上啊 早上到晚上賣的東西都不一樣 他早上就會賣一些麵包啊 然後中午晚上就會賣熱食啊 還會賣酒 就是一個餐酒館的概念 那那個Protonto呢 在義大利文就是有已經準備好了的歷史 所以這個X-Cafe啊 他主要就是賣義大利麵 然後還有一些小點心可頌啊 小麵包 我們點了一個名牌子 義大利麵 還有一個小巧克力可頌 跟這個企鵝的咖啡 看我們點了這個企鵝的咖啡 還有企鵝的拉花耶 超可愛的 他不能選圖案 還好他給我們這個企鵝 對啊 這個企鵝咖啡啊 整個就是可愛到我們沒有在管說 晚上喝咖啡會不會不好睡 睡不著 這真的太可愛了 直接點下去就對了 我一定要點這個 因為實在太可愛了 他這邊的龜話就是可以在這邊邊吃飯啊 然後邊欣賞企鵝在上面游泳 超療癒 很多小孩都超興奮 在企鵝咖啡廳的外面呢 就有一個這個戶外區可以去參觀 他這個外面啊 這裡有一個潮間戲攤 他這個是要報名的喔 大概有四個場次 如果要來玩的話可以先到一樓報名 他這邊還不錯 你吃飽的時候就可以在這邊走走散散步 而且很多互動的東西可以玩 對啊 這有山羊跟迷羊還有水豚耶 可是到晚上六點半就是休息了 所以要來的話要早一點來喔 才可以看得到他們 去到剛才那一區啊 大家都會想說 怎麼會聞到一個馬大便 羊大便的味道 想說怎麼水族館會有這種動物的味道 其實這還蠻不錯的 來這個水族館還可以看到動物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一個戶外的熱帶雨林區 這裡還有一些雨林區 我們剛剛在排隊的時候看一下就是這邊 就是這個戶外區 他這裡的戶外雨林區啊 還有做那個鳥的教授 真的很像走在叢林裡面的感覺 我看我們一定不能去亞馬遜叢林 因為什麼東西都很怕 不是因為很多西異 有 他這個上面還有這個一大面的 馬賽克做成的水族館的話耶 超漂亮的 水族館的最後就是這個 X-Fund賣紀念品的地方喔 感覺很多東西都很想買齁 都很可愛耶 Merody我可以買這個嗎 不行 請買一個鱷魚過來 好啦我們逛完了 我們逛完X-Fund了 真的超好玩的 超療癒的 哪一區你印象最深刻的 西爾在那邊有來有去 還有一開始進去的那個大大樹 我覺得看那個碗熊在那邊 跑完來跑去也是很可愛 然後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那個 彩繪互動區 那一區我也很喜歡 其實他沒有很大 我們逛了三個小時 我們就差不多逛了 可是如果是帶小朋友來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逛滿久 因為他有很多都是可以互動的東西啊 其實可以玩很久 那比較省錢的就是 人有點太多了 其實也是可以等那個 比較暈燒一點的時候 比較沒有一個 那麼熱門那麼多人的時候 就是帶 對啊 但總體我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是很值得來喔 他好玩 對 好啦那我們回台北啦 掰掰